深夜的古山區青海路 左右兩側 各停了一黑一白兩台車 三個人飛速衝過路口 先到白車旁說沒兩句話 再回頭跳上黑車 兩台車就這樣一前一後 快速離開現場 因為白色休旅車上 有一名誠信被害人 剛接貝盧走 怎麼嚇著病 給他們砰砰砰砰砰砰砰 對 聲音很大 有人說 砰砰砰砰砰砰砰 就這樣子 所以我才會注意 對 然後出來的時候 剛好我看到球棒 去打車子 古山居民嚇壞了 這起擄人案發生在 十一號深夜高雄街頭 誠信被害人在青海路用餐 嫌犯找過來 雙方發聲口角後 被害人被擄上車五小時 手腳受傷在男子區被丟包 最後嫌犯拔掉車牌後 把兩台車丟在賈仙跟彥巢 躲避警方追棄 初步了解 誠信被害人經營金屬公司 還自稱是高雄 新開的一間夜店的股東 雙方有口角糾紛 才會引發擄人案 但警方懷疑當事人避重就輕 不排除有投資糾紛 依妨礙自虛 妨礙自由 傷害移送高雄地獻署偵判 八名嫌犯最年輕才剛成年 當街掳人 行徑囂張 背後是否有人指使 又或是牽涉其他糾紛案 檢方出手調查 三立新聞胡石英文會示範